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最未来感到茫然的时候 我遇见了爱多美 当时我很穷 但是爱多美产品连这么穷的我都买得起 我看到了市场 看到了可以改变我一生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经营爱多美的我 年轻 没有人脉 没有经验 没有信心 但是我知道 我必须抓住爱多美这个机会 我开始学习分享 没有人脉 就协助有人脉的伙伴 没有信心就一直讲 讲到有信心 我觉得做爱多美 没有什么秘诀 就是努力的分享 分享 再分享 在我经营爱多美的一个过程它给予我的协助不只是说是在事业上 它在这一路上呢就是包括好像我们在奋斗的过程其实也是会倒的 会有想要放弃 但是它都是一直给予我们鼓励 你做东西非常有次序 每天都带着一本书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在里面 每天要做什么东西呢 如何跟进下线呢 如何跟顾客配合呢 所有东西都写在布置里面 非常非常的完美 答应过我说不管他有多忙呢 他都会每一个月坚持地去古境 去我中心 支援我一次 那到今天呢他真的做到了 所以他可以说是非常有担当的一个年轻领袖 很感谢你 在这一路上很容忍我很包容我 总是在我充满抱怨的时候呢 给予我满满的正能量 总是在我半夜打给你的时候都会接我电话 你是我们最尊重的领导人 如果我常常说没有Jedick就没有Jocelyn 爱多美是为了三代人而做的事业 奋斗的过程中也有累的时候 每当我感觉到累的时候 我都想起他们 想起他们总给我无穷的力量 家人 每当想到父母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努力工作 我就提醒自己我不能偷懒 想到伙伴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愿意相信我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必须协助他们一起成功 每当想到还在努力的伙伴 我就停不下来 我跟Jedick呢已经认识了超过十年 这十年的时间里呢 我们经历了很多 从中学到中学毕业 然后过后认识了 开始在这个社会上 社会大学打定 这十个年头里 我们经历了不一样的事业 当我们遇到艾多美的时候呢 Jeddy告诉我 这应该是我们合作最后一次的事业 就是这一次的事业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做到最大 我看到他一进入艾多美这个事业的时候呢 就好像把自己献给了艾多美 把他的整个人生来讲的话呢 都献给了艾多美 看到他一个没有人脉 又那么稳定的一个男人 可以再转变到今天 在艾多美的舞台上 发光发热的一个明星讲师 真的是看到他一个很大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有很多尖酸痛苦的日子 但是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选择微笑 选择聊一些开心的事情 聊一些我们将来的梦想 聊着聊着就走到了今天 所以今天看到Jeddy开始有一些小成绩 已经上了星光 真的很为他感到开心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来讲话 我们能够携手并进 在艾多美闯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年轻人有本钱 但是没有价钱 艾多美就是让我们用年轻的本钱 创造我们价值的平台 我们在最好的年纪 认识了艾多美 全力以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回报 这么普通的我也可以做到 你也一定行 大家好 我是Jeddy 我是星光大师 各位亲爱的大家早上好 今天可以搞笑吗 非常开心这一刻站在这里 其实现在心情是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激动 刚才喊到很大声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声音 其实从我开始加入艾多美的第一天 我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期待这一天不是因为 因为我可以成为星光大师 不是因为拿到四万块 而是因为刚才可以看到这么多 这一路来跟我一起打平 一路一起奋斗的伙伴 能够在今天也能够表扬 这一路来看到他们 从不懂事 从没有做过传销 到在艾多美成长 长大 突破 赚到钱 这种感觉 非比莫能够形容 真的非常感谢艾多美 非常感谢你们 非常感谢所有人 谢谢 首先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Jeddy 我来自柔佛星山 现在是星光大师 其实 我要讲什么 video已经讲完了 OK 就分享一下 其实我就像你们在video里面 看到的一样 我是一个非常稳静 非常内向 非常灾难的一个人 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 你跟我不是很熟的话 你跟我做出一天 我可能一句话都不会跟你讲 但是现在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只要你跟我讲艾多美 一天我都讲不完 其实呢 这么稳静的我在中学毕业过后呢 我就没有再去升学 我就在这个社会上打拼 前前后后十年的时间 我也换了超过十多份的工作 这为什么我一直换工 因为我不甘心 就这样打工一辈子 所以的话呢 我前后换了很多份工作 包括做老师 有听过我的分享的 做过老师 做过保险 做过传销 在新加坡做过工厂工 然后做过人家的油包司机 然后卖过羊奶 我什么工作都有做 这样为什么 做了十年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我问我自己 Jedick 你得到什么东西 我竟然跟我十八岁那一年一样 身无分文 两手空空 所以我每次我妈妈问我一句话 你有没有存到钱 你告诉我 我要这样回答 我只可以跟她讲 一开始我是讲油 但是讲酒了过后 我自己也是不好意思讲骗话 我就跟她讲没有 但是每次当我没有钱的时候 她还是会支持我 还是会拿钱给我用 所以这是对于她 这样其实我在 在我出来十年了 过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对未来 已经是没有什么期望 也没有什么想法了 所以的话那时候呢 我就遇到了我人生中 这个非常重要的人 那时候呢 她就跟我分享爱多美 像我以前都受过传销的伤 所以当我在 在她跟我讲爱多美的时候呢 我是跟她 我已经拒绝过她了 我讲不用找我啦 卖产品的 又试试传销 不要找我 但是她还是坚持要跟我讲 那个那时候 我就是被一只亚术 是赢了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钱 全部产品里面 只有四块半的亚术 我可以买得起 所以的话那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东西 连我这么穷都买得起 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叫做市场 对不对 你会不会拒绝 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各位 不会 所以我一样 我也是不会拒绝 所以那时候 我就开始认识爱多美 但是认识爱多美 我对我自己还是没有信心 我还是不相信 我可以在爱多美成功 毕竟我已经失败了十年 所以的话 那个时候呢 我有机会 去到韩国 我去到韩国过后呢 我就 参加成功学院 那时候成功学院 给我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 信心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 全部上台的领袖 都是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甚至更大 我的想法是什么 这样都可以 你们笑是什么意思 这样都可以 这样我 应该没有比他们还要差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觉得 爱多美应该是 可以发展 所以的话那时候 我也在成功学院 定下我的一个目标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成为 皇家大师 为什么要做皇家大师 应该每个月 有八千块信用卡 可以花嘛 所以那时候 我就设定皇家大师 的这个目标 当我回来 马来西亚过后 我开始要认真 做爱多美 但是当我要认真 做爱多美的时候 面对第一个问题 我是宅男 我没有朋友 所以的话那时候呢 我就把我可以 找的朋友 找出来 基本上就找了 五个人 OK 这个秘密 不要跟人家讲 我们这里人少少 自己讲就好 五个人 我找了五个人 目前这五个人呢 我不懂有两个的 有一个的 应该是断掉 OK 两个还有在用 但是另外两个人呢 目前都是 玫瑰大师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 爱多美 就算你没有朋友 也是没有很多朋友 还是要有一点点 没有很多朋友 也是可以做 但是 为什么五个人 也可以在爱多美发展 因为我要 我真的要改变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 再忍受那种 很穷的日子了 你知道吗 每当过年过节 就很像今天是冬至 对不对 以前的我 如果是过冬至 我是最好不要 在家里出现 因为当我在家里 出现的时候 我家人讲 带爸爸妈妈去吃饭的时候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因为连我连请吃饭的钱都没有 所以我是不可能出生的那一个 但是弟弟妹妹都看住我 我做一个大哥的 我问我自己 为什么你活到这么差 这么糟糕 到底你在混什么东西 所以的话 这个感觉呢 让我非常的强烈 告诉我自己 如果今天 我抓到一个机会 我绝对不会放过 所以虽然只有五个人 但是爱多美 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业 你可以借助下线的人脉 不断地发展 所以虽然我没有人脉 但是他们有 我就跟他们配合 这样子开始发展 但是当我开始 要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找了这五个人了 过后 我又面对到第二个问题 我是一个男人 爱多美的全部美容产品 你叫我怎样讲 有没有人也是有这种想法 有对不对 但是的话 那时候 我问我上线 上线 怎么办 我不会讲 你可以不会每天下来帮我 我上线在KL 我在JB 所以的话 我上线 当然讲不可能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问我 JDIC 你今天是不是要做 南马区最大 我当然是讲要 对吗 这样我讲要了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你要当自己是 没有上线的人 所以他的意思是讲 不要来烦我 没有啦 他的意思就是讲 今天你要独立起来 如果今天你没有学会 你下线怎么会学会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学会 所以我录了 我上线的分享 我就一直停 一直停 听几次 听到我都不懂 听到我可以讲到 跟他一模一样 OK 所以虽然我是男生 我也是讲美容产品 早期有听过我分享的人 也是给我close到美容产品 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厉害 爱多美产品 好 OK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今天 我们要把爱多美 当成一个生意 一个事业 你不会讲 你不会讲 不用紧 但是如果你要 你学的会吗 肯定会 我是不会听到会 会讲到很厉害讲 很多人讲 Jedick 为什么你讲课 很像不用看稿 这样可以一路讲 又很搞笑 这样 我刚才讲 今天你穿衣服 需要想嘛 你穿衣服 需要想怎样穿嘛 不用吧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穿过几万次了嘛 我讲课已经讲超过几千场了 所以我已经在头脑里面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 只要你要就一定可以做到 OK 这样很多人就问我 Jedick 你在爱多美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的时间 成为星光大使 想不想知道 想哦 跟大家分享 几个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几个秘密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当初在爱多美的时候 一开始认识爱多美的时候 它就在我头脑里面 种下一个种子 在韩国的那一个成功学院 这个种子 就是我们的社讯的一句话 Create the Vision 是经营梦想 各位你还有梦想吗 今年2017年走到现在 你的梦想完成了吗 还是你根本没有想过 我告诉大家 当我接触爱多美的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接下来要讲走 但是当我认识爱多美过后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成为皇家大使 当我想到皇家大使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醒来 我就很紧张 因为皇家大使不可以睡太迟 对吗 因为我设定皇家大使 所以我的行动 跟设定销售大使 是不是会不一样 会 所以的话目标非常重要 所以就是因为有一个目标 我就可以一直坚持 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Follow the Fed 坚定信念 也就是决心 其实当我在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非常多的声音来困扰我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的话 出去 去拼爱多美需不需要花钱 怎样都要请人家吃饭一下 不可以每次叫下线请客嘛 对吗 要打油嘛 所以我回家没有钱的时候 怎么办 跟妈妈拿咯 哪一个月不用紧哦 哪三个月不用紧哦 哪一年你会怎样 被打喊了嘛 所以她就问我 你到底在做什么 爱多美到底会不会开的 不要整天做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啦 传销哪里可以做 我二十年前都做了咯 但是她就跟我讲 你去新加坡做工 新加坡兑换力三点二嘛 就算你没有什么学历 你都可以赚七八千 如果当初 我没有坚定的信念 我听了她的话 我去新加坡做工 请问会有今天吗 没有 所以的话 因为我坚持相信在爱多美 我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的话 我才会继续走下去 当我坚定信念了过后 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成功 各位我想问一个问题 谁相信自己 可以在爱多美成功的举手 好 谁相信自己在爱多美 可以赚 一百千 十万马币一个月的举手 谁相信自己 可以赚一万的举手 我刚才我看到 赚一百千 不是很多人举手 一万很多人举手 但是我跟你讲 在爱多美 赚一百千 跟赚一万是一样 因为我已经赚到了 所以的话 真的爱多美可以做到 所以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你一定要相信 因为我跟你一样 做爱多美需要什么条件吗 像我这样 没有人脉也可以做 不是很帅也可以做 没有头发也是可以做 所以爱多美根本不需要你很厉害 只要你要还是不要不了 对不对 所以我在想 决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愿意付出多少 各位 今天爱多美是一个千万的生意 只要你做销售大师 就已经赚千万了 哪三代 但是你有没有用经营千万的生意的 这个想法来做爱多美 我的意思是 你每天付出多少时间 在做爱多美这个生意 我告诉大家 我是讲做爱多美的 当我做爱多美 我下定决心 要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是除了睡觉的所有时间 都做爱多美 除了睡觉是我讲的 但是我下线跟我讲 他睡觉都听到我在讲爱多美 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疯狂 但是要成功的人 就是要够疯狂 对吗 所以今天你付出多少 在这个事业上 第三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有目标 有决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行动 各位 每一个上台分享的领袖 他都告诉过你 都告诉你 他之前是怎么样 认识爱多美 怎样去跟人家分享 刚才看到那个video的时候 我又想起两年前 当我开始认识爱多美的时候 我背住一个大大个的bag 去找人家卖亚刷 全部Auntie走过来 人买两只 三只 五只 然后有一个顾客 刚刚看到我 他就问我 你是外劳是吗 因为那时候又有点瘦 这样 所以的话 这个 这个感觉 我想跟大家讲 是每个人都在做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成功者 他跟你不一样在哪里 只是他见了 几百 几千 几万 几十万个人 罢了 你才见到 几百个 对不对 所以行动的重点在于量大 我告诉大家 当我做爱多美的时候 我一天可以最高纪录做四厂到五厂的home party 基本上一个礼拜七天做完 所以我一个礼拜就可以见超过五百个人 所以一个月一年我就见多少人 所以的话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还不够快 你要告诉自己我要见更多人 我的行动量要更大 好不好 所以这是三个秘诀 这三个秘诀 如果你可以掌握到 你就跟我一样了 给自己一个掌声 最后我要补充的一点是 很多人问我 Jedick 你 你一直做一直做 我看你一直跑来跑去 你不会累的 会累吗 你觉得 当然是会累 我也是人来的 但是的话 我想讲的是 在我头脑里面 有三个很重要的动力 这三个动力 每当我累的时候 是让我不敢停 也根本不会想要停 第一个就是我的家人 因为每当我想要休息 偷懒一下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的妈妈 因为我妈妈现在在新加坡做夜班 每天我两点三点回家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我妈妈还在做工 我三四点回家算了什么 因为他们还没有停 我有权利 讲可以停吗 可以休息一下吗 根本不可能 当我还没有办法 在爱多美成功的时候 每当他告诉我 今天给老板骂 很累啊 连续做工几天 然后我爸爸跟我讲 他做工手受伤 我可以讲什么 我什么都不可以讲 我只可以安慰他 但是今天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讲 不要做了 回来家里啊 对吗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就是因为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讲出这句话 最近我已经跟他讲了 他应该是明年要辞职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伙伴 我的下线 其实呢 每次为什么我 你会看我跑来跑去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没有去到他那边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我没有成绩的时候 相信我 愿意跟我一起打拼 来到今天 所以的话每次我都从他们渴望成功的延伸 找到我的满足感 所以对我来讲 爱多美根本不是要自己成功 是你可以协助多少人成功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而且 永无止境的目标 所以对我来讲 今天如果我可以 只要你要 只要你有心 我一定会过去 这是我上线教我的 所以你们的成功 是我的责任 我一定竭尽所能 全力以赴 协助你们 成就在爱多美 第三个 差不多啦 差不多 今天不用吹场我啦 只有我一个 不好吗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 在爱多美 不是在爱多美 其实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 必须要有一个老师 对吗 其实在我的爱多美 这条道路上 我有一位老师 一对老师 这对夫妻呢 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还记得 她第一次跟我讲 爱多美的时候 我拒绝她 但是她还是要跟我讲 那时候的我 根本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人脉 她搞哄巴地 带最少人来的就是我 但是 她还是没有放弃我 她还是不断地 鼓励我 然后这段路上 每当我遇到什么问题 她都不断地 给我指点 千点万点 不如明识一点 所以她点破我很多的盲点 当我开始有一点点成绩 想要偷懒一下的时候 她又来刺激我 她又跟我讲 越南要开了 与你也要开了 你的下线 怎样了 所以的话我觉得 如果没有她 就没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很喜欢找她 差不多要变她儿子了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她 这一段路上 一直地鼓励我 一直地肯定我 一直地栽培我 他们就像是我的父母 每次都很关心我 虽然我也不是很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今天我真的很想 想跟她们讲一声谢谢你 上线 我的分享接近尾声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在爱多美 从还没有开始 进来马来西亚的一年 到进来马来西亚 又做了一年 这两年的时间 到今天这一刻 我真正感受到 爱多美这个事业的美妙 我感觉自己现在就像是 一个百货公司的老板 就像是 Giant Desco的老板 还没有这么大 但是 我可以感受到 每天 我不知道谁来 我的shopping mall买东西 但是每天就是有人买 每天就是有钱赚 这种感觉好不好 如果有一天 我们大家的shopping mall 都大到四个字 不可思议的时候 每天一睡醒 钉有五千块 好不好啊 我跟大家讲 这是一定会的 因为当爱多美 接下来的计划出现的时候 当公司讲到去越南 印尼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 Crowmaster出现了 当公司讲到去中国 印度 俄罗斯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 Imperialmaster出现了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 所以我想讲的是 如果今天 你是第一次认识爱多美也好 你是认识了很多 很久了 爱多美也好 很多人讲 几时是最好的待命 我问大家 几时是最好的待命 开始做爱多美 现在 为什么 你不可能回去 很多人讲 Jedick你很好 两年前就认识爱多美了 如果你是我 两年前你会做吗 一年没有收入你要做吗 也是不要做的啦 如果我也是会讲嘛 韩国上线就好了 六年前就认识了 如果六年前你是我 你要做吗 如果我是他 我也是不要做 只有两个产品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没有最好的时机 因为比你迟进来 还是有人成功 对吗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 今天我可以很大声地讲 我没有对不起我认识爱多美 我也没有对不起我自己 我也想讲 今天如果你认识爱多美 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为 未来的两年三年 我已经看到在场的各位 我们全部一定是 至少皇家大师以上 好不好 所以 所以我想讲的是 今天 我可以成为马来西亚 第四个星光大师 暂时目前是最年轻的星光大师 我只是做一个榜样 我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 一起在马来西亚 把爱多美越做越好 一起把爱多美这么好的生意 这么好的文化 这么好的一间公司 分享到世界各地 让我们一起在高峰相见 好不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